火花四射 声光震撼 肉身寒丹爷站得直挺挺 接受炮如雨下的洗礼 一个人炸不够 两个人一起上 场面更加顺大 台东每年元宵撞头戏 炮炸寒丹爷 不止地方人士踊跃参加 连外籍学生跟游客都相当有兴趣 因应国内疫情变化 上个月21号 玄武堂忍痛将活动喊咖 现在疫情趋缓 但庙方还是不敢大意 选武堂只会在邯丹爷生日那天 也就是国立4月26号来补办一场 现在也开放木炮 木款 希望活动办得更完善 但这场炸寒丹没有开放现场民众来参与 只透过网路直播放送 让许多信徒觉得少了些参与感 信众不死心 还是希望能来参加活动 期盼能够获得邯丹爷的庇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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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